视网膜玻璃案例 视网膜的玻璃体打进眼底来疏通血管 过了三个月 我的眼睛视网膜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产生了视网膜脱离 10月34号在诊所做了紧急修复手术 手术不成功 12月12号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 这次用扣玻璃体切割手术来修补我的视网膜 但是这种手术却造成了另外一个副作用 我的右眼出现了白内障 在这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眼睛一直红肿 不敢正面看人 2015年6月1号 我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 可是视觉还是没有恢复 眼压还是超高 指数还是在24 2015年7月份 我很幸运地接触到了旧金山原始点 开始做有规律性的治疗 在学习原始点理论的过程中 我理解了身体热能内外补充的重要性 我也知道了过去喝精力汤给身体带来的体寒 现在透过了推案喝姜水还有温敷的调理 我的情绪也开始改善 我也按照了原始点光碟还有张医师的讲座 用姜水在眼睛周围敷膜 2015年9月14号 我在复诊的时候 医生很高兴地告诉我 可以停止滴眼药水来降低眼压 因为我的眼压恢复正常指数14 根据医生的解释 一旦开始用眼药水来降低眼压 就变成一种长期性的使用 但是我现在却可以停止用眼药水 虽然我做了三次手术 现在还有体伤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原始点受益者 我非常感谢张医师的原始点 还有一群在旧金山为我们服务的 非常有爱心的义务之工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